我現在拿到新眼鏡,我這個眼鏡是藍色的 今年這個眼鏡是藍色的,也是有些泡紋的感覺 以往我都是用泡紋,我想今年用一些新潮的東西 我也覺得配得蠻好 回家再跟大家說,這款我有一些不同 它說眼鏡比較厚,但我又不覺得很厚 比我想像中覺得好 我以為它凸得很厲害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蠻好,蠻清晰 我們回家吧 Hello,大家好,我是Samantha 今天看到這個背景,又知道我又有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今集想分享什麼呢? 就是沒錯,配眼鏡 你看到我今天的一身裝扮已經回家了 亦是時間了一段時間才拍這個影片 原因就是因為我喜歡拿回這個眼鏡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3年美國配眼鏡的最新情況 和以往兩年有什麼不同 亦想跟大家分享真正的價錢 因為上一集拍的時候 是在車內說的,沒有那麼詳細 今集我會在詳細的 list 和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有保險的情況之下 有遮蓋到多少呢? 還有我都想順便分享一下 我們去年配眼鏡是有一個不好的經歷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一一連串的分享 就記得看下去了 開最之先都鼓勵大家 subscribe channel,按旁邊的鐘仔 如果這段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和留言 我們正式開始 今年我們就選了Target這間公司配眼鏡 因為貪走手方便 如果下年有機會的話 我都選擇一下其他公司 看看比較有什麼不同 不一定要選Target 大家可以選擇一下其他公司 例如有Walmart、Costco、Sams Club 或者其他私家的眼鏡公司 首先要打電話問一下 這間公司是否遮蓋你的保險公司 如果它不遮蓋的話 就相對地要用銀河包 就會很貴的 如果你是一個大公司的保險公司 其實就會遮蓋很多 但如果你是很普通的保險公司 的話 它的遮蓋性就會相對低一點 就視乎你的保險公司在美國有多大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今年我們配合眼鏡的情況 跟以往有什麼不同 以往我們是要戴口罩 要消毒手 還有會給你一個盒子 每逢試戴完之後 就放進盒子裡 然後給它消毒 但今年就不需要做這件事了 是不需要戴口罩 也不需要消毒手 也不需要要求強迫你 試戴完之後 就放進盒子裡 然後給店員消毒 它沒有做這些事情了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疫情 可以開始緩和開放 而這間公司有很多不同的眼鏡選擇 例如有什麼 Ray Banner Volk Culture Armani Exchange 也有很多大家都聽過 Emporio Armani Anati New Day 新進品牌等等 這些情況 可以選擇一些你喜歡的品牌 或者是你喜歡的設計師的產品 我這次選擇是新進設計師去設計的眼鏡 這個眼鏡對我來說 我喜歡它的顏色 和耳環一樣都是比較大塊 可以遮蓋更多 我選的品牌就是New Day Target 其實配眼鏡也有很多配件 以往也有三個 那我就不要記得第三個 因為我永遠不會選最貴的 一是中中頂頂 一是很普通的 那我老公就一向配開 很普通很便宜的 因為他本身就不是很需要戴眼鏡 只是平時可能要上班 戴一下遮遮太陽 那我就真的 因為我由香港上班到現在 都是需要配戴一個全視線眼鏡 因為不想太陽射到眼睛 令我自己看得不清楚 那麼基本上 如果你選擇基本的行程 都是配合眼鏡的道數 不 量度眼睛 度數 眼鏡框 和配合眼鏡片 香港都是這樣的 那麼 那Premium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說你的眼鏡片的功能 即是如果你想要越漂亮的眼鏡片 他的價錢就越貴了 越薄一點 或者不要刮花 這些情況 他就會因應你需要的東西 但我鼓励大家要先問他多少錢 你不要因為自己的需要 因為美國眼鏡實在太貴了 就算你有保險 也不能遮蓋你這麼多 因為保險只遮蓋眼鏡框 就不會遮蓋眼鏡片 所以就跟大家說 它量度眼睛的度數是另外收費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因為香港的價錢是包賣的 但美國是絕對不包賣 因為它是額外再請專業的視光師 是幫你量度眼睛的 所以你自己要留意 首先說一下 我選擇今年的眼鏡 有Blu-ray 但是沒有薄的鏡片 其實我今年配完之後 我發現其實也不是差很遠 因為它那個薄鏡片 跟去年我配薄鏡片 跟今年配的鏡片 我覺得是一樣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跪在哪裡 或者可能我不夠專業 但我看到有Blu-ray的情況 有少許防藍光 例如你喜歡看電腦、iPad 或者是上網購買東西 或者是製片 這個可以幫你防止藍光進入眼睛 另外我也有配全視線 有Dark Brown 有Light Brown 和Light Brown 就太視乎你了 但今年它那個顏色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但最主要我今年是配了 沒有那麼輕薄的鏡片 因為實在它的價錢太不吸引了 所以我就寧願選一個很普通 反正一年都會配多一副眼鏡 那就看看你自己的需要 好了 那我就分享一下 今次去年和今年的經驗 去年我們配的眼鏡 是叫做歷史上最貴的 我老公是哭著 即是不是哭著 即是他是黑臉到不得了 因為去年我戴著肚子 情緒上的方面 不是非常大肚子 如果你是懷孕的當中 去到後期你就會知道 即是你會情緒很不穩定 會時開心時不開心 一時會不知道怎樣 所以都會影響到 可能你配眼鏡那個精神的情況 所以我配貴了去年 所以我老公是哭著說 我要再努力加班賺錢 這樣就說回 今年我配眼鏡 計算了 保險的遮蓋 大概是196元 我給大家看看 今年我這個計劃是409元 保險包了213元 而折實了 我需要給196元 那這個計劃是包什麼呢 首先就是包防藍光 然後就是放single vision 就是我的眼鏡 然後就是全視線眼鏡 我是選了啡色的 還有防刮花 防反光 還有就是飛球面的鏡片 還有一個子外光的保護 你看到整個價錢 它大部分都包了 是除了包 不是包很多 就是全視線 我都需要付88元 還有防刮花68元 所以前後我都付了 都要196元 那我們看回去年 我算是最貴的價錢 原價這個計劃就是466元 保險包了就是241.2 截實了之後 我都要額外給224.8元 你看到大致上的功能跟剛才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升級了全視線的眼鏡片 它額外要付45元的 GIN 8 Brand 還有Dout Brand 166元 然後又要付這個Future Chronic Brand 110元 還有Roll & Polish 裏面其實就算保險包了 我都要額外銀河包 給很多錢出去 所以它貴就貴了 在這裏 總括一下這兩個計劃 這兩個計劃 其實我覺得的結果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我用了一年的眼鏡 你看看我這個眼鏡 是已經刮到花了 所以就算給多貴都好 眼鏡講到幾天花龍鳳 功能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的 或者你可能說 Samantha為什麼你用到這樣 可能我用得差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不需要給太貴的價錢 去給這麼漂亮的鏡片 因為就算我用了一年的眼鏡 它都可以刮花到這樣 即是說它的功能 和價錢根本是不成正比的 香港我以前都用過三四年 才會用到這個情況 但是美國用了一年就搞成這樣 我不知道是人的問題 還是公司出品牌的問題 不過大家可以當自己一個參場 參場一下 我也分享一下 我們去年配眼鏡的情況 因為去年配眼鏡的情況 就是說 無端要額外收取我的contact link的費 因為美國很奇怪 每一個步驟都會收費 因為它人工貴之餘 都不能錯過收費 另外一些賣物品的費用 所以你一定要問清楚 你做每一件事之前 真的要問清楚 那我就說一下 因為我去到那個房間裡 那個視光師就和我量眼鏡的度數 開始量眼鏡的度數是沒有問題的 之後他中途又和我聊天 就問我 你有沒有配合contact link 我說有 不過就在香港 但是在美國沒有 他也有問我 你有沒有打算配我 就說沒有 因為我的眼睛比較激 我好難帶到一個很長時間的contact link 但是他就問我 你認識不認識 其實美國的技術是OK的 我聽到他說 不如我幫你量度 我送幾個contact link 給你試一下戴 他說如果戴好了 你會回來再配 我以為量度眼睛 量度數的contact link 是免費的 我量度完一次 又再量度一次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量度眼鏡的度數 和contact link的度數 是要量度兩次呢 因為香港就不需要量度那麼多次 因為contact link 只要大概知道 你配合眼鏡的度數 他大概的度數 你會自己按照你的度數來配 自己選擇你喜歡的顏色 那盒的brand 和大小眼的弧度 但是他這裏就不是的 是要再額外量度 誰知道我量度完之後 我才知道contact link 配的度數是需要額外付錢的 量度眼睛的度數已經是要付錢 接著contact link 又要付錢 然後他說額外送都幾乎 其實是假的 是要額外付錢 都要付90多元 那時候都吃水了很深 大家自己看這張list 那我老公就付錢的時候 因為我老公幫我付錢的 就很氣憤 就說 為什麼問我 為什麼你要到contact link 你一直都說 只是配合眼鏡 為什麼 那保險包不包呢 是包了一點點的 但不是包很多 但是呢 最後我們得出來的結果 是前後給了差不多400元美金 那我也透過這段影片 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打算只配眼鏡 你就跟他說我只要眼鏡就算了 如果你是打算只配contact link 就配contact link 就算了 因為contact link 配的度數 和配眼鏡的度數 是要額外收費的 還有 配眼鏡的框 又是額外付錢 功能 給鏡片 又是額外付錢 總共前後 如果你這樣計 可能要付三四倍的錢 三四次的錢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這個經歷 我們真的非常不好 而我老公也當日非常生氣 但是因為他看到我大肚 他就沒有向我宣洩 全程就黑棉炸斜 回到家 都見到我爆哭 我也很不好意思 因為老公很辛苦賺錢 怎知道呢 因為我的屈尾十 跟他說的時候 我沒有留意到 原來美國人的手法 因為我堅持跟老公說 是我沒有叫他配contact link 但是我不知道 原來他說的試一下 已經落搭了 我以為是免費的 因為我以為他給我試一下 我給你試一下 還有我以為contact link 倒數是免費的 誰知道得出來的結果 是要付錢的 那老公就說 美國人的手法就是這樣的 你沒有什麼都答應 還有你要說清楚 你不要什麼 不要什麼 要跟他說幾次 你要堅持 因為美國人的sales version 是sale是最好的 你堅持說不要就不要就不要 因為他們說話就是這樣的 不知不覺 sale了你買很多東西 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也透過這段影片跟大家說一下 另外也跟大家說回 在美國配眼鏡的注意情況 就是你的prescription 眼鏡是最多兩年 如果你配眼鏡的話 但如果你配contact link的prescription 只是一年分效而已 曾經又問我 在美國配眼鏡 可不可以用香港的prescription 放在美國那裡配 是no way 因為美國有條法例 是要保護他們的眼睛 而且美國人開車 是很常見 一定要配一個好的眼鏡 所以美國有條法例 就是一定要用美國的市光師 出的prescription 才接受的 其他國家 如紐西蘭 加拿大 香港 中國 澳門 等地 所謂的市光師 他們一律都不接受的 所以你不需要想的了 要不就要在香港 自己配定多幾副 否則的話 要不就要遇到銀河包 一定要在這裏付錢 保險包多少就多少 另外 跟大家說 配眼鏡之前 鼓勵大家 要問清楚 你不要怕羊衰 因為銀河包那是你 因為如果你配眼鏡 你沒有這樣 遇到幾千元的美金 他一定會不斷掠你 其實這個價錢 大家自己心中有數 如果你選擇公司之前 一定要問清楚 你這間公司是包多少 而且他本身也有回贈多少 一年都會有一年免費 配眼鏡 如果你只是選擇基本的話 基本上 你不需要把很多錢拿出來 我透過這段影片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不好的經歷 也希望大家 都不要像我那麼豬兜 被人騙 用一個這麼高段的手法 去騙你 我歡迎大家留言 留言告訴我 你的看法 如果幫到你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我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 就可以每次搶先看我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分享 拜拜